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关注县城的发展 郡县至天下安 县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国家大事 也事关名声 今年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 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线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 划分标准就是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 出乎意料的是过去大城市 基本是地级市 或部分中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 这次竟然跑出了四个县级市 福建近江就榜上有名 它用全省1%的土地 创造了全省1%的地区生产总值 连续21年 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石墙 被誉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典范 那么这个改革开放前的贫困农业县 为什么能发生巨变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产业发展密码呢 来看记者的一线的调查 近江地处福建东南 这个泉州市代管的县级市 面积不及福建最小城市厦门的一半 但却拥有市场主体超20万户 境内外上市公司50家 在这家国内最大的生活用值 和富佑卫生用品制造企业 光是这个智能生产车间 每天下线女性卫生用品1560万片 2021年的营收达到210亿元 而这个车间每天生产出的拉链 长达190万米 销售到全球70多个国家 这家企业靠小小拉链卖出了18亿的销售额 被称为拉链大王 也是第一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民营企业 在这家休闲零食企业的智能车间 每分钟生产出的720瓶饮料 将被销往世界各地 这家从现成起步的企业 作为北京冬奥会赞助商和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 中国独家休闲食品赞助商 随着国际体育赛事的举行连连破圈 作为一座活力之都体育之城 这个运动品牌的鞋服车间里 每天下线10万双运动鞋 在晋江有上百个这样的运动品牌 全球每五双运动鞋旅游鞋 就有一双来自这个县集市 今天的晋江拥有中国鞋都 中国拉链之都 中国体育之都 中国食品工业强限等 16个国字号区域品牌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连续21年跻身全国石墙县 常住人口超过200万 然而时光倒回几十年前 晋江还只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业贫困县 山上长石头地里种地瓜 一方水土南养一方人 为了寻求出路 晋江人被迫背景遗乡远渡重扬 我们眼前的这一栋建筑是桥匹馆 那这一栋建筑建于1938年 那桥匹两个字呢 其实匹在我们美南卦里面 是书信的一个意思 那桥匹它简而言之 也就是华侨的信件 在外闯荡的华侨 将钱汇回来 成为桥卷的生活来源 1978年晋江收到的海外汇款 就达到3902万元 而当年晋江财政收入 才不过1488万元 农民人均存收入 仅为全国农民人均存收入的80% 以前华侨回来送我们是什么东西呢 一根枕 那个薯泡 甚至要绑东西的一个绳子 送这个东西 穷到这个地步 穷子思变 长期的侨汇在农村 形成闲散资金 闲散劳动力 和空闲民房的三闲局面 这让晋江人萌生了 自己当老板的想法 开始做一些小的服装厂 三五个人也可以办一个厂 非常小的开始办起 越办越大 晋江人爱拼财物营 是用拼出来 1980年8月 当时的晋江县委 在福建率先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 和涉对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拉开了农村工业化虚目 在这家国内最大的生活用具 和富佑卫生用品制造企业 总裁许清流的办公桌上 一直摆放着 富贝创业时工厂的照片 以前只有一个小工厂 那个车要来装货 是整个办公室所有的 从总经理财务经理什么 全部一起去搬货的 吃苦耐劳的晋江人 很快在市场上干出了名堂 1984年这家企业要扩大规模 建立新厂房 找到了所在的安海镇政府 希望能够解决工业用地的问题 在当时从来没有给民营企业 批过土地的闲链 然而为了谋发展 安海镇领导班子冒着风险 拍板把土地画给了企业 这个党委书记还是要想要把安海镇 发展起来 这个事情 你没有经过政府批准 你市值动用三十多五土地 这个是个大事情 所以这国际局要追查 就因为这三部地 差一点这个政长要被去关禁闭 所以也就是说 晋江的政府还是相对比较开运 他愿意陪着企业来承担一些 所谓的一些风险 一路走来 许清流这位创二代体会到的是 政府不仅在起步的时候退一把 还在发展关键节点服役成 你做一个全国知名品牌 全国中国品牌 政府就奖励一百万 奖励两百万 大概两千年左右 当然在上次过程中 晋江政府又给了很多的 这些预设通道 2001年 晋江这个昔日的农业穷县 首次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十名 2002年 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撰文总结 晋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 提出了以六个始终坚持 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为核心内涵的晋江经验 晋江经验它的一个特色 一个特点 就是说仅仅抓住实体经济发展 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晋江它一开始的发展 它就是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 从小到大开始发展壮大 对吧 那么它的发展过程中 它不是抓大晃小 它是抓大胡小 能够炒根企业跟政府融合在一起 来创造法 现代化城市样板 政府主动企业发展 企业反过的话 能够反补社会 来促进城市的发展 这种民营经济发展 其实就是进行 晋江经验一种具体的表现 如今 晋江已经拥有超2000亿的 协服产业集群 和超千亿的纺织产业集群 2021年 晋江地区生产总值 约3000亿元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2059倍 位于泉州湾畔三角第一带的 晋江陈代镇 这块只有38.40英方公里的土地 集聚了超过4000家制鞋企业 和配套企业 是全国最大的运动鞋产业集群 所在地 年产运动鞋10亿双 占全国的40% 来自福建长厅的张仪佳 原本从事运动鞋的设计工作 但随着当地运动鞋产业链 日益完善 他从专攻设计转向自立门户生产 让自己的设计能够直接落地 像最双鞋子算是比较复杂的 对吧 最双鞋子在我们中国鞋坊城 所有的面料 鞋底扣件工艺内力 在我们鞋坊城都能配件 这个等一下解一块吧 张仪佳的采购基地就是镇上的 近江国际鞋坊城 这里是全国乃至全球运动鞋财品内最齐全规模最大的鞋财交易集散地 2021年度市场交易额高达400亿元 不到半个小时 张仪佳就在这里找到了这双鞋的所有原材料 鞋面所选用的是最新一代的超鲜皮 上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的基地 非常方便 像整个近江各大运动品牌的崛起 源自于它的品质 它的品质是源自于我们这些供应链产品源头的这个品质的创新 在近江的这家运动鞋服企业 研发总监魏舒涛 正在和同事们测试一款最新研发的仿生材料 它仿生的是松果球打开和闭合的原理 在我们这个材料底层 我们加了一层浴水膨胀的材料 它就会遇到汗水之后 它通过膨胀产生一个卷曲应力 让这个材料向外就像百叶窗一样打开 魏舒涛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博士 七年前入职这家企业 创立了研创中心 短短几年间就组建起了近600人的团队 致力于开发更为专业的功能性运动产品 中国的体育品牌 以前实际上是靠市场空白来驱动 但是现在中国的市场基本上已经占满了 大家都把专门店开到乡镇一级别的这种地方去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品牌想再发展 必须转到以创新驱动这种模式来 当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重新定义鞋材时 一组组机械臂正重新定义鞋厂 陈黛镇这家专业生产鞋底的企业 光是这一个智能化生产车间就拥有21项专利 其中5项是发明专利 眼下正在加急生产年底所需的500万双鞋底 这台企业自主研发的3D激光打印机 正在进行鞋面作业 把客人定制的图案 通过激光打印的方式印刻到鞋面上 做这种创新来让自己的产品得到一个升级 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坚持积极发展 坚持创新启动 它比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产业 跟新型的高科技产业的这么一个发展 所以它实际上是实现了协同发展 提高了整体的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是晋江经验的重要内核 不仅用先进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同时还通过做大高新技术板块 来调优产业结构 在国家大规模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背景下 福建省晋江市也选择了集成电路产业 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可以推动像制鞋 以及纺织服装 往智能穿戴这个领域去升级拓展 在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分析测试的 第三方实验室里 科研人员乔明胜 正在做一场纳米级别的手术 眼前这块一厘米长的黑块 就是它今天要测试的对象 要在这个面积只有一平方厘米的小方块里找到症结所在 相当于要在头发丝百分之一大小的范围里挑出毛病 那就类似像X光或者超声 我们可以就是说不用打开芯片 直接看它外观形貌 乔明胜的企业在业内被誉为芯片的全科医院 他们虽然不生产芯片 但却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乔明胜告诉记者 实验室在落户进江前考察过全国多个地方 最终被当地政府的决心所征服 他们有这种专班 跟企业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有单一的窗口 然后企业遇到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他们来帮助协助来解决 他们就是真的就做到了 给企业家当电少二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这方面还是比较感动的 为了加快集成电路产业的落地 吸引流主高端人才 2017年 近江市在全国率先制定了 集成电路人才认定标准 并且在2018年认定了首批155名优秀人才 我们人才认定是长年都可以申请的 那每天一二十个也是要的 然后同时还要处理各项的兑现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人才能够更快地拿到 他们属于他们的这个优惠政策 自2017年以来 近江已经认定了一千多名集成电路人才 而在今年为了加大引财力度 近江又调整了人才认定标准 从之前的硬性达标转为积分认定 比如说我们这一位人才 他本来按照他的学历 他可能只能认到第六层次 但如果说通过我们这个积分加成的话 加上他自己获得的一些奖项 然后再加上他公司的营收 那可能他就可以提到第五层次的人才 可能他的孩子过来读的学校 可以选择性更多 然后他个人可以拿到的进步贴也会更多 2016年以来 近江把握国家重大战略机遇 引进落地的一批具有行业影响的 集成电路龙头企业 带动集聚51个总投资 超700亿元的全产业链项目 不断优化的引财政策 不仅让高端人才在这里扎下根来 也吸引着普通外来务工人员 在此安居乐业 各位领导下午好 我叫陆小军 陆小军这位初中都没读完的农村小伙 正在信心勃勃地参加厂长竞选 在这家食品企业工作的近20年 近江的公共服务配套 给了他一个安心奋斗的环境 就已经参加公司的医保 社保 然后还有五险一金 小孩子要上学 就公司打报告 就直接拿学校就可以了 2011年7月 近江在福建省率先实行居住证制度 外来务工人员申办居住证 可享受市民权益和公共服务 截止到目前 近江已有110万外来务工人员 申领居住证 就以我们安海证便门大厅所收到的 这个半件量近两年有两万多件 通过办理居住证来参与我们当地的医保 甚至可以福利到他自己的子女 也可以参与我们近江的医保的支持 那子女就学呢 他也可以就近来就读我们公办的学校 在近江这所公立学校 学校共有学生642人 其中外地学生占90%以上 我是来自江苏南通的 我是来自山东临仪的 我是来自重庆丰都的 我是来自江西的 坚持产成人融合 探索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植物 这也正是近江经验 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的 深度洗照 近江市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 2020年 近江全市常住人口与2010年相比 10年共增加75104人 增长3.78% 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由3580人上升为9069人 城镇人口比重提高9.65个百分点 同时近江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5.3岁 比全国人口平均年龄年轻3.5岁 劳动年龄人口占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个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他敢于先行先市 实现了这个经济的这个转型升级 推动新型工业化 推动城镇化 这个等等方面 实际上呢 就是说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 这个协调的这个发展 我想这个对于他人口积极 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想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实际上是在践行 这个习总书记提出来的 以人民为中心 这个推动了这个这个城市和农村的这个这么一个协调化 那这10年来 竟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满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这个是非常难得可 就是满一年把百分之70以上的策略 投入到民生领域 来不断完善化这个民生保障体系 达到保障悬护盖 带精等化 竟将这样快打造 本地人留恋 外地人笑 值得透忠生这样一个限道的品质城市 我觉得在整个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从本地人出走晋江 到越来越多外地人扎根晋江 从离乡之仇到安居之乐 几十年间 晋江实现了游农到工 从贫到富 游弱到强的跨越 并由此诞生晋江经验 而它最鲜明的特色 就是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 各地都要树立起 抓实体大兴实业的导向 极致谋创新 实干促转型 城市强制造 清新优环境 我们相信更多的县城 必将乘风破浪 行稳致远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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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